警方的路口拦截车辆这名男子很配合 看到驾驶口气也很好 远景依照规定一项一项问清楚 但一问到有没有驾照 无找却开车上路马上提高警觉 既然当场被查出是妨害自由案的通缉犯 嫌犯还假装很惊讶完全不知情 一旁的远景开始搜车 真大包的毒咖啡包藏在椅子下方被反掌出来 嫌犯还想狡辩 台北市保大警方日前在万华拦检 发现这名驾驶眼神飘移 连续几个问题疑似都答非所问还想转移话题 黄西男子自称是菜市场的搬运工 车内被搜出57包的毒咖啡包 其中左边这些白色的包装 上头用日文印着胶原蛋白 外观粉色容易蒙骗 不说还以为是真的 但这么多嫌犯居然说都是要自己吃的 这些随身包包装啊 讨喜包了万象 包括啊有日文包装 综艺碗很大 啤酒品牌 以及这个潮牌服饰logo等 24岁的嫌犯有毒品前科 被判刑之后为入肩遭到通气 对于车内藏了这么多毒咖啡包 硬凹说要自己吃 只是被查货时间刚好在圣诞节前 专案小组不排除有可能准备进行交易 还有比对金流与对话 揪出上下游 TVBS新闻领导的叶俊特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